《鬼滅之刃》风光地来到我们面前,又离我们匆匆而去,对于一个优秀的动漫来说,让我们久久回瑞是必然的。 对于在《鬼滅之刃》第一季中出现不少实力强大的鬼,而这些强大的鬼都有哪些鬼可以使用邪鬼术呢? 请听我娓娓道来,在第一季中出现的可以使用邪鬼术的鬼,排名又是怎样的? 排名第十的是,曾经的《十二鬼月》中的一员——响凯,仗速敲虎,响凯的出现,就好像预示着《十二鬼月》将于出现的前奏。 在我看来看之狼误闯响响凯之宅邪,以看之狼和将要出现的野术嘴评来说,响凯太过弱小了。 在响凯的邪鬼术上次敲虎下得到的能力,就仅仅只是用来逃生而已。 并且在响凯的宅邪里,虽然还有两个弱的不能再弱的两个小鬼,与之争抢失误。 身为《十二鬼月》太过弱小了,也难怪鬼舞时无惨会剥夺响凯下贤之六的位置。 响凯还是人的时候,就已经解释了响凯弱小的性格。 生前唯一名作家却被东将讽刺写的东西没有内涵,就只能一个人躲起来悄乎以抱怨。 排名第九的是,累得拼揍家人哥哥班主谈,在探智狼和野猪嘴平的进入,善意太过的胆小,只他并没有和唐一同进入。 在蜘蛛之家的战斗中,最有莫风趣的莫过于哥哥VS善意。 虽然说善意胆子小了一些,但是并不是说善意没有任何实力。 而善意和哥哥的战斗,善意吃亏再进入森林,就已经中了哥哥的毒,被哥哥的人头蜘蛛身子吓到腿软。 中毒之后才开始与之战斗,而哥哥的血鬼术除了可以让人变成蜘蛛,丧失战斗力以外,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攻击力。 传名第八的是,为猪狮制造的鬼,玉石狼隐藏之术,一句话就可以形容玉石狼,那就是猪狮小姐的忠实舔狗。 至于玉石狼的血鬼术,就可以低端了,鬼五十五惨派的两名小鬼,轻松地就将玉石狼的血鬼术破解了。 不过也还算有些作用,至少在探智狼收集十二鬼月血液的时候,成功地搭建起探智狼与猪狮小姐之间的联系,作为通讯的工具使用,隐藏了探智狼和猪狮小姐之间的不可见人的联系。 排名第七的是,伪造十二鬼月,纸皮丸减片纹攻击,纸皮丸的血鬼术有些像人工导航,被击中后会随着箭头的方向移动,速度由纸皮丸所控制。 但是血鬼术的单一,终究是纸皮丸身为鬼的代笔,如果把纸皮丸和猪狭玩两个人结合成一个人,我想应该有现阶段一位十二鬼月下月的实力。 排名第六的是,累得拼凑家人姐姐容姐之间,姐姐的出场也是十分卑微的,面对任务的失败,来到累得面前留下的几个人。 只有无尽的折磨。 为什么被称为累得拼凑家人? 这是因为累害死了爸爸妈妈,为了寻找羁绊,用自己的血拼凑了一家人,用武力将他们束缚在自己的身边,而姐姐就是其中的一人。 姐姐的血鬼术是在敌人的周围,固执上层层蜘蛛网被蜘蛛网包裹的人。 蜘蛛网内不会施暴服侍蜘蛛,一层层地将被包裹的人融化。 但是谁叫你惹上了不该招惹的人,居然是一位鬼杀队的柱,每一位柱都存在破容小区的实力。 排名第五的是,伪造十二鬼与朱烧丸手球攻击,说起朱烧丸的玩球技巧。 可以和国家队排球运动员有个一拼,有速度力量并且技巧十足。 在朱烧丸与你豆子的战斗中,充分地锻炼了你豆子身体的矿大机能力。 也多亏了受伤后朱烧小姐研制的鬼专用跌打损伤药的帮助。 不过也和你豆子变成鬼以后体质的变化有关系。 战斗中成长后的你豆子和朱烧丸实力不相上下,但是你豆子的体力还是有限的。 最终打开朱烧丸的还是朱烧小姐的血鬼术。 但是要说朱烧丸血鬼术的威力,还是很不错的。 排名第四的是,泪的拼作家人妈妈陷控人偶,泪在鬼舞时无惨的宠爱下。 获得鬼舞时无惨的血液,并被允许能将自己的血液给其他人引下,妈妈也有了血鬼术的能力。 在泪的命令下负责森林入口的把守工作,庶民下几鬼杀队员被妈妈的血鬼术控制。 被吐出来的蜘蛛丝球束缚,在妈妈的控制下互相残杀,阻止贪质狼等人入山。 但是妈妈的能力太过单调,也不是很强,非常容易地被贪质狼化解。 娜娜的死最后还在认为是泪的情形导致,殊不知自己的能力有多么的脆弱。 对炭治狼来说,完全没有挑战性。 排名第三的是,下贤五类客县狼,商务龙,客县轮转,泪的出场也是第一的存在。 是在第一季中出现的第一个十二火月中的人物。 而在他的经历中最悲惨的莫获雨,出生身体就十分憔悴,在鬼舞时无惨的挑选下被选中。 接受其血液造就了泪强壮的身体,却也因此变成了鬼。 会寻找家人间的羁绊,最终与炭治狼兄弟战斗。 从开始的完全碾压炭治狼的实力差距,炭治狼连累的蜘蛛丝都砍不断,更别说是直接送走累了。 妹妹你都足够就多个炭治狼,让下累对炭治狼致命一击。 形势所臂下,累使用猪血鬼术,让产生的蜘蛛丝掺杂着自己的血液,让其蜘蛛丝更加坚硬无比。 有意思的是,炭治狼使用出自己传家本领火之神神月,虽然以失败告终,但是却成功和妹妹共同使出联合技能。 在鬼沙队水柱复刚义勇出现的那一瞬间,那就注定领和饭了。 毕竟就有人碾压下险的实力。 排名第二个是,都市的白日的魔香,就是小姐的出现。 完全是因为炭治狼和鬼舞时无惨的都市,偶然间的擦肩而过。 鬼舞时无惨变为人类隐藏在其中,暴露了胆小的一点,不过智商和实力反而与胆次成反比。 在慌乱的人群中,无惨是一位路人秒见鬼,这才避免和炭治狼在过早的剧情就直接打了起来。 要不然鬼灭之人早就已经完结了,而且无惨毕竟也是最终暴死,该有的宫中还是要给的。 炭治狼的制止,写些让自己受牢欲之灾。 朱氏小姐利用自己的鬼血术,制造出一丝花朵包裹的区域,掩护炭治狼逃跑。 要不是朱氏小姐的帮助,炭治狼可能就要吃老饭了。 不仅如此朱氏小姐还是一名医生,不仅仅只是帮鬼看病,并且也和人毫无可合。 朱氏小姐的血鬼术,还能让闻到气味的对象的大脑机能下降,而无法保守秘密,而不费力地干掉手球鬼。 排名第一的是,草木女秀术的暴血术,对于一个优秀的女主角来说, 当然会选择在第一个出场。 虽然说女豆子领悟血鬼术的进步效果缓慢, 但是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对于女豆子优秀的血鬼术的展示。 在剧情中,女豆子第一次使用血鬼术,是在炭治狼危机的时刻。 女豆子虽然此时已经被下嫌5、被控制,但是心中出现了母亲的召唤。 她的血不仅能够烧掉其他鬼的血鬼术,还能与日轮刀相争。 炭治狼在战斗中,手持染了女豆子之血的日轮刀, 当然立刻变成了传说中日轮呼吸现实所持有的红刃,威力倍增。 好了,我对于鬼灭痴刃第一季中, 血鬼术和招式的集合已经介绍完了。 也许还有一些落下的血鬼术, 或者能力者过于低级的血鬼术, 欢迎大家补充与交流。 在第一季中谁的血鬼术是最强的, 欢迎大家留言在下方。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 我是阿维,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订阅我, 爱你们。